幸福巴士2.0进阶在地化 25号在复理乡罗山村办公室前的广场 举行幸福巴士进复理 偏乡运输零距离 幸福巴士2.0的通车典礼 而未来将持续辅导 复理乡罗山协会 推动幸福巴士2.0弹性预约服务 补足地方公共运输服务的最后一礼路 复理乡总共有13个村 不少学生以及高龄长者 必须藉由私人车辆 才能到副理市区内就学 就医以及采买日常生活必需品 因此年初交通部公路总局 台北区监理所 花莲县政府 鼎汉国际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东部区域运输发展研究中心等 联合辅导团队 今天的2.0在花莲县是第一 第一个地方的2.0 那我们公路总局会 跟交通部的相关的单位 跟我们今天所有在场的 归宾的相关的单位 共同来努力 我们希望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只要有需求 有需要 我们都慢慢开1.0 或是把1.0 变成2.0的相关的资源 整合这我们共同来做 贵乡罗山社区八战协会成立市区 汽车客运业信补巴士2.0 有别于其他花莲县信补巴士 亮点在导入步步共乘预约平台 使有需求民众方便预约搭乘 提升载客效能 我想我们未来 花莲县政府会特别在重视 所有我们偏乡的 那今天富南八个村的喜事 以后富南八个村 都可以共同共用的幸福巴士2.0 未来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花莲县首先是以这片远的 南区副理乡 罗山社区发展协会投入 偏乡服务 抛砖引运 为副理乡公共运输 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未来这样的服务复制推广到 更多的花莲县偏向地区 记者高双双副理乡 采访报道